大家好说幸福 幸福好好说 人本幸福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回到人本幸福说博客时段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嘉欣 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比较特别的话题 那就是上有老下有小 多代同堂的家庭生活 想象一下家里既有年迈的长辈 也有年幼的孩子 这种生活既充满了温馨 也带来了不少的挑战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一位特别的嘉宾秀丽 让我们听听秀丽在四代同堂的家庭中 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 如何让家庭充满爱与幸福 朱丽欢迎你 嗨你是Justyn 谢谢您的邀请 结婚33年了嘛 33年的这个日子了 我有好几年的时间呢 其实是跟我的家公家婆 还有老祖母 就是我先生的阿嬷一起生活的 那我本身呢 也有四位小孩 我就是在他们的家里呢 其实我是长媳妇 在长媳妇的底下 其实我又是长孙媳妇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里头 我有我自己的一个 独元的一个角色 那当时的我们生活在一起呢 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呢 都有我们自己的工作 那当时你的感受是怎样的呢 其实说到我当时那几年 应该是三到四年的时间吧 在家乡跟这个交公家婆 还有老祖母 还有小孩一起生活的时候 大概是四年的时间 因为我的整个我父家 他们是比较传统的 那在传统的这个家庭结构里 我本身又是长媳妇 又是长孙媳妇 可想而知 我每天其实都是 战战兢兢的过日子 其实心里是蛮压抑的 这不满大家来说 为什么我会压抑 有时候我会很担心 你知道吗 我会很担心 我自己的小孩 会不规矩 做出事情 是因为不端正的 然后没有符合大家的标准 然后我自己也因为是 媳妇的这个角色 我常常也觉得 我自己是被放大 在大家的眼皮底下 在看着的 那个标准 传统家庭的一种标准 在看着我这媳妇 所以我有时候 确实也会感到很疲惫 我也很焦虑 有时候我也是会觉得 蛮压力的 你知道吗 但是在这样子的一个 交叉的感受里头 我当然也有开心的时候 这个一定有的 因为尤其是在 过年过节的时候 可以想象 多代同堂的生活 有阿嬷 有胎嬷 有小孩 其实是很正道的 所以我觉得 我巨大的感受 在这样子的一个 世代同堂的 这个家庭生活里头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 不管我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我都不够单 那个心里头的那种感受 是很深很深的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一个很深的感受 我就举个例子来讲 我记得有一次那一年 那个晚上 其实都应该是 那个睡觉的时候 那时候我的宝宝 去想的那个宝宝 十八个月 他很坏蛋 我这个小宝 他爬到那个架子上 打开那个消毒药水 打开了就往口里挂 你知道吗 我从洗手间出来 因为准备要睡觉了嘛 就去 呼吸 摔了十年出来 我一看到小孩 怎么身上都是那个味道 然后他也拼命的 在擦他的嘴巴 我就知道不对劲了 我就赶快把我的先生打 后来我说 这小孩不可以 他现在喝到这个消毒药水 我们一定要赶快的 把他送到医院去 看一下我们担心 小孩的这个身体状况 我当时候 我毫无顾忌的 也就是因为跟家公家婆 一起住 我当时还有三位小孩 我完全没有顾虑 我拿了包 我跟我先生 就带了这个小包 一起往医院奔去 也就因为是这样子 我觉得 在这个家庭里头 有老人家 他们的同在 给了我一个很强而有力的后盾 尤其是发生什么 突发事件的时候 我完全完全的 不用太多的担心 另一性的那种安全感 是真的真的 是我这一辈子 都是觉得非常感激的 在往下来看 我觉得在一个大家庭里头 毕竟我有着老祖母 阿嬷 我叫她阿嬷 就是我小孩的胎 但是她其实都碎我 我们一家人有机会 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其实也因为在这样子的环境下 我们这一代 我跟我自身这一代 我们怎么样对待 我的家公家婆 就我小孩都在看 他们也都在学习 这种文化 这种教养 好像我们早上起来 我们都会问安 我们要出门上班 我们也都会 就也会说 也会说一下 交代一下 回到家 也会叫爸爸妈妈 吃饭的时候 也一定会先爸爸妈妈 要先叫 这是我们很基本的礼貌 所以这种礼节 这种生活的小性节 我觉得真的是 和乐融融地在一起的画面 非常非常有优惠 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 世代同堂的家庭里头 阿公阿嬷也有机会 跟我们的小孩一起玩 你知道小孩 他们也很天真 我常常逗得 那个阿公阿嬷很开心 把那个一些 很可爱的一些话题 画面 动作 做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笑得嘻嘻哈哈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 天文之乐 这样子的一种生活 真的很棒 当然我也很明白 我也很清楚地 看到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对待 我们的父母 我跟我先生 这一代 我们所做的 在小孩的眼里 其实都是 一一地看在眼里的 就好像 我也在看着 我的家庭家庭 怎么样服侍 卧病在床的老祖母 其实当时老祖母 因为他有跌倒 然后我们家跌倒 他们就卧病在床 每天怎么样的 之后他吃啊 然后他睡的地方啊 什么的 所以我也很深刻地 看到了所谓的 孝道 所谓的这个 家庭价值观 这样子的一种体现 我们小孩 有这个责任 要去照顾我们的父母 这个是我们 必须要做的 应该要做的 这是我们的使命 就犹如小时候 他们怎么样 把我们带大 一样的 反过来 我们现在长大了 我们就要回归给他们 这样子的一种 教育 当然在 有的时候 我们也在 过年过节的时候啊 我们在厨房 你可以想象一家 好几口人 小姑也回来了 小树也回来了 大家也有 大家的小孩 我们在厨房 一起在忙啊 煮啊 尤其是在 农历新年的时候 我们如果吃火锅 我们是要 开三桌的 三十个人一起 才能够 做得下 与子孙 很多 这是我 叫光家 我的福报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 要和睦相处的 要有这种 做精神的 这个家庭 其实我也常常感受到 每一个家庭成员 都付出 每一个家庭成员 非常支持和理解 真的能够 加深彼此之间的 那些凝聚力 然后这种凝聚力 底下 其实也让我 常常觉得 非常的幸福 每一个人 都是很珍惜彼此的 我觉得 这样子的一种画面 是在这种小家庭里头 比较难能够感受得到的 确实 幸福的家庭 需要每一个家庭成员 共同的努力和配合 不过家庭中 难免也会有一些矛盾 比如隔代教养 这些不同的观点 你是如何处理 这些矛盾的呢 同住义无人下 你要生完全平安无事 我觉得 有点不太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矛盾 还是会有的 尤其在这个 教养的这个部分 因为不同辈 以前的生活 跟我们现在这一代的生活 到我的小孩 我的祖父母 其实他们 就是我小孩的祖父母 他们更倾向于 比较传统 他们这样有些时候 他们很传统 但是有些时候 他们又很宽松 你知道吗 有些东西 他们又会觉得说 我干嘛 我的规矩设得这么多 这个妈妈 怎么这么严厉 这样不可以 她也不可以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 就是会有一些脑洞 慢慢这样的产生 我觉得我是非常感恩 我很感恩我的家庭家庭 他们很包容我的 你知道吗 他们也很理解 其实我身为这个母亲 我有一些 我坚持的一些 教养的方式 比方说 因为我早期 有学习弟子规 所以我一直都会 尽量地 在我的家里头 我都是以弟子规 的这个教育 作为我的家规 我对我的小孩 我都会用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来去跟他们 做对话 我说前面一句 他们就会接 然后他们也知道 我要告诉他们的是 什么样的一个礼节 他们没有注意到我 就比方说 在用餐的时候 我们都是一定要先 把长辈叫来 一定要先问长辈 是不是先用过餐了 可以的话 就邀请他们 一到餐桌上 然后长辈要先用了餐 晚辈才能用 这个是我对他们的 一个很基本的小孩 我对我小孩 一个很基本的要求 然后吃饭的时候 我不可以拎着那个碗 坐到电视机前面 去看戏 用餐 这个我绝对不允许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吃了饭 那些餐具 要自己洗起来 因为家里没有用人 没有人可以帮你做 这些家务的 所以这些东西 当时候对我的家公家务 他们就会觉得 哇 很严格 吃饭嘛 小孩要看电视 这样都不可以 这样都要被骂 他们就会觉得 我的要求很多 但是就也因为 他们慢慢的看到 当我这样子 要求下来的时候 我小孩的这个规矩 是有的 我小孩他们的这些 行为业绩 去到外头 跟别人一起 在一起的时候 确实就会 比较注意理解 所以当然 我知道 既然有家公家 不会不喜欢 那我也要四颗儿子 我也不可以 太过于坚持 除了这些呢 修理还有什么 想要跟我们大家 本人讲的吗 我是觉得 很重要的一点 尤其是 不管我们今天 生活是跟老人家一起 还是自己跟 自己的小康之家 尤其是在 面对更多家庭成员 在一起生活的 这种环境里头 我们要接受自己 说真的 我们不是完美的 我们没有办法 在每个角色里头 去面面俱到的时候 我们就要懂得 放过自己 真的不要让自己 一定要尽善尽美 我经常告诉我自己 我要允许我自己 我偶尔做得不对 我偶尔做得不够好 我允许我自己 我牵纳我自己 当下的不足 然后我也 以这样子的一个机会里头 慢慢地去学习 成长 我经常会在适当的时候 尤其当我有机会 去到公园 在大自然的底下 我会给我自己一个 好好的援抱 拍拍我自己的肩膀 我会告诉我自己 你做得很棒 然后也会 好好的感恩自己 是的 有时候我们要先爱自己 我们才有爱 去给我们身边的人 非常感谢秀丽今天的分享 让我们了解到 幸福的家庭 不仅需要每个人的 共同努力 更需要彼此的理解和支持 保持积极的心态 合理安排生活 给自己留一点空间 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家庭 更加的和谐美满 再次感谢秀丽的到来 谢谢您 谢谢大家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人本幸福说 我们下期再见 若您现在处于需要有人聆听 或理清思绪的阶段 可以拨打佛光之上市的热线 或预约面谈 好好说幸福 幸福好好说 人本幸福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